另外有鉴于消防救灾的重要性 是原料正良师协助争取建议款 添购了各一销分队的装备器材 26号的上午也举行了一销装备器材播交典礼 希望未来在救灾时都可以派上用场 这摆在桌面上的消防鞋、消防衣、GPS、地柜机等等 就是一销分队的队员们未来出勤救灾的新装备 有鉴于消防救灾的重要性 是原料正良争取建议款 为戏指、万里、共疗双溪益销分队 还有双溪复宣益销分队 依各堆的需求填购一批消防装备器材 我想我们的益销平常都是为了我们 新北市的地楼大队的所有的市民的生命财产 默默的奉献 当然在救灾的时候一定要有好的装备 每一年都会征集很多的一些建议款 让我们的益销在现场的时候有更好的装备 让他们来为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能够守护之外 也让他们自身能够安全 赶佩益销兄弟为消防第六大队辖区辛苦奉献 救灾的时候一定要有好的装备 所以这次建议款也协助消防第六大队辖区的分队 停扣自己所需的器材 包括三难用得到的GPS定位机 还有救灾时的衣帽鞋等等 希望有好的装备成为救灾利器 也保护异消兄弟们的自身安全 感谢我们的丢大队的所有的好朋友 利用这个机会来用这个办这个预设 我也太感动了 其实每一年不只是今年 每一年当了三界的艺人 每一年的机会都是给我们的益销来增加新的装备 让他们有多一层的生命的保护 今天很高兴我们廖医院为我们争取了一些装备 那我们常在讲就是那个公寓善骑士必先利其器 所以今天有了这些装备 我相信我们的一个益销跟妇宣人员 在这个扶勤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更有效率 公寓善骑士必先利其器 因为相关的设备器材的充实齐全 救灾品质提升 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也更有保障 教程慧玲西子采访报道